Kellie 是不是车祸之后第一次接近车祸 对 这一次自从车祸是在12月的时候 在圣诞节之前 本来我的新歌是在1月的时候要推出 还有一些广告之类的工作 但是因为车祸所以有这个疤痕 还有就是脸撞得很肿 而且有瘀青 然后像那个打拳的选手一样肿得很厉害 眼睛也睁不开 所以连录音也录不了 那所以现在是3月份嘛 所以就所有工作就急在现在 老师的情况是怎样 是你同志在一起的 对 当时是我跟我的儿子一起去打疫苗 下山打疫苗 然后坐那个车 突然之间有 不是突然之间 其实是我们这个车子越线 所以呢 从山下上来的车撞到 然后我就不小心 就是因为冲力蛮大的 我们是下山 所以就撞到前面 然后电话 这个还有我前面 因为我车子是有一个胶 塑胶的一个板 所以撞到那个板 还有那个电话 所以就 就流血啊这样 嗯 嗯 是不是立刻入医院 对马上要进医院 那有连针对 但是之前是去了那个 不要说这个了太麻烦 OK 然后我去那个私家的医院嘛 然后医生帮我连针的时候 红针的时候 他说你的伤口是蛮深的哦 那我身里面已经 吼吼吼吼吼吼吼在跳 很害怕 因为我不想太深了 怕有一个疤痕 然后第二个医生又进来了 他说 嗯 真的是很深哦 我就死了 怎么办呢 就很害怕 然后结果呢 就等了 医生说要两个月之后 才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就可以化妆 但是那个时候 化妆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的脸是一边低一边高 这个受伤那边是低的 因为还是然后这边这个唇 其实现在像今天我还是靠这个唇线 来把这个唇提高 不然的话是一边高一边低 是很奇怪的 卸妆就是觉得会看到那个瑕疵比较清楚 我本来以为十针差不多吧 不是 当我数到二十几针之后我就太害怕了 都是数不了 因为我在这个手术师大概三个小时三个半小时 不停的缝哦 因为很多层 那个医生很仔细 他是一层一层的皮肤 他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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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缝了太多了 我数不了 你那是不是还引起带风阻 还是定在做些时候还不行 还不行 因为现在大家如果看到我这个眉毛 我现在提眉 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没有看到 不动的 有没有看到 好奇怪哦 所以因为我要拍广告啊 然后拍MV 那里面我不可能没有表情 所以当我做一些表情这边会有一些怎么说很绷紧的那个肌肉很绷紧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不好受 就是很奇怪的感觉 嗯 但是你都会复服工作的了 对 其实是自己的感受不好 但是外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的这个广告导演 还有剪片的那些人员都跟我说 其实我不说他们不知道 那我就算了算了 算是很好 好 好